来 师傅 师傅 调服了 好了 行 不偏不携 就一个字啊 正 好嘞师傅 一定要正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还不理我呢 王一鸣 二叔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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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二叔 你看看这多不好啊这个 里边请 来 您先喝点茶 一会儿陪你们喝两桩 尝了 回去 起 来来来来 来来 快喝茶 好嘞 快 走开啊 大熊瞎子还戴个墨镜 你不怕撞墙上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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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卷上了 别激动啊 你这 买块肉 我闺女考上重点大学了 庆祝一下吧 可以理解 你说 你儿子不是没考上大学了 那也成功 刘老师 你知道你现在叫什么吗 头照镜子得意忘形 老王 王不开 老王 你起来 走两拨看看没事吧 你干吗呢你 走路不长眼睛啊 晃晃晃晃的干什么 我找你有急事 什么急事 你找我就没好事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 你儿子王一鸣啊 上吊去了 你儿子才上吊了呢 你们全家都上吊了 怎么说话呢 我说你 你怎么不相信呢 我刚才看见他了 他拿根绳子 脸铁青 你最近 没怎么着你儿子吧 没 没怎么着啊 大学落榜了 然后 不能好好跟我赶小孩 然后非要去电视台 参加什么比赛 我没让他去啊 你没让他去 他什么反应 他说 如果不让他唱歌 就死算了 你可这不就对了吗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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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自杀了 啥 快 再晚就来不及了 一鸣要上吊 赶紧回去看看吧 快快 快 快 什么 一鸣上吊了 快 快走 快 快 一鸣 一鸣 行行行 这咋的了 王一鸣 王一鸣上吊去了 上吊去了 快点快点 师父 小琪啊 你倒过什么呢 他们说王一鸣上吊了 真的假的 是 他们刚过去了 有人上吊了 真的 刚刚馄也说王一鸣 你别叫我 儿子 快在哪儿呢 快这点 快点 儿子 快跑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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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 儿子 太帅了 女儿 儿子 哪儿呢 在哪儿看到的 怎么着呢 孩子 儿子 那这点呢 我 我给你干吗 徐婷 徐婷 这王爷们 怎么还是鬼气啊 别喊 别喊 别走 一鸣 别说话 进来进来进来 你们怎么来了 儿子你别想不开啊 发错了 别说话 别说话 相信我 我过去跟他谈他 好吗 谈 谈什么呀 一鸣 朱花姐 你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别动 你别动 你别动 你看年轻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朱花姐 你想什么呢 喂 你看 你不是要请客吃饭吗 你怎么了 我挺愧对王一鸣的 平时不是挺不待见人家的 他上吊了 都去海边找他了 祥玉 祥玉 抓紧 抓紧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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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吓死我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告诉爸 你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儿子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 你为啥要自杀 你为啥要自杀呀 你跟我说说啊 这胡闹什么呀 谁说我自杀了 朱花姐都看见了 说你拿个绳子要绳掉 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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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绳子呢 什么绳啊 早晨在家船上了 那脸绳都快磨断了 这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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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我 你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干什么呀 为什么呀 你绳掉吗 这胡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是来练歌的 这不绳点好 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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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把我杀了死人了 爹 谁说我儿子要上吊的 朱会计 朱学师 朱会计 你干什么呢你 怎么回事 你说 是你说我儿子要上吊的吗 你儿子绝对有自杀的可能性 我 我当年没考上大学 就是像自杀来着 我刚才看见你儿子在海边 一言不发神色沮丧 我连喊了三声都没理我 尤其是他手里 还丁了这么一块绳子 绳子的那头 有一个上吊的套 你问他有没有那个套 你闭嘴 不理你就上吊啊 气死我了你 慢点慢点呀 算了 这有那个可能性了 好了 既然王一鸣没事 大家都放心吧 要表扬杜轩诗啊 对 我 你好辛苦 舍己救人哪 非常勇敢 走吧 好了 随心了 走吧 行行 走吧 走吧 等等 有件事情我要宣布 明天 我要去参加比赛 这菜要上桌了 人都走了 这是给谁的呀 你看你这 这样你就死架啊 我就这样 是啊 表哥 叔你不在啊 你就是这村里最大的官了 你说你公道话 这事到底咋办 毛一鸣啊 这个电视台里的唱歌比赛啊 抢手如鳞哪 你现在啊 别光竟想着能够成功 万一输了呢 我不怕 好 我说过咱的村民 只要有了追求 有了梦想 我都全力地支持 我第一个站出来 力挺你 好 好 我不同意 支持眼啊 那不是那块料你支持的 不是把他往歪道上领吗 我不 我不同意 谁劝也不行 谁要你同意啊 好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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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说你都不听了是吧 给我站住 好不开 竹子叫你呢 你给我站住 一点规矩都没有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你咋治我 我又没犯法 你治我干啥 你是没犯法 但是你有没有 做错了事情的地方 没有 我老老实实 遵纪说法 我是个好公民 除了我儿子 唱歌这事不小 其他啥也没有 那我提醒你 你家院墙外 加盖的那个晒海货的小屋 超出了你家宅基地范围好多 村民们意见很大 你影响了集体的利益 我 该出界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 干什么 表哥别打 那你同意 汪一鸣参加比赛了 没说同意了 你这样给我点时间 我先去看看我那小屋 然后回头再说 我先看看 你小子呀 是不到黄驼心不死 主任 你说他儿子王一鸣 咱还有必要支持吗 有必要支持 这么多年来呀 咱们村 我一股干就一个人 毒霸天下呀 应该出个新人了 叔 你比他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 挺好的 你怎么了你 他没上吊啊 别听他们瞎说 没有 你没有就行 你哭什么呀 来的时候风太大了 没事 我这儿行 行啊 爸 人家一鸣没去上吊 你咋说他就上吊了呢 真没上吊啊 有大刀 别煮揍我儿子啊 你才上吊了呢 不是 你没上吊就好了 咱回家回家 你先回去吧 我要去到海边 祥鱼 不是 你干吗去 你回来你 不是 喊什么呀 还没看清楚啊 王一鸣 你是不是也以为我上吊了 那种傻事我才不会干呢 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还说呢你 打你手机怎么都关机了 吓死我了 没电了 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 现在心情也特别好 这 高考落往后的这些日子 我心里的压力真的特别大 觉得在我爸妈面前 在村里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对下一步的路怎么走 也有点不够 不过这话 我忽然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你不会真的要去参加那个时候 唱歌比赛吧 你不同意吗 我一直觉得考大学比较重要 考完大学之后 你再去发展这些事业 复读比唱歌肯定重要啊 我觉得复读也不一定能考上 我想学的专业 再说了 我这次就去试试 说不定 一不小心就成功了 哪有那么容易成功啊 我觉得你的性格 就不适合在演艺圈发展 说心里话 我也不喜欢 我就想让你考个大学 然后踏踏实实地 找个好工作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能不能明白 我说的什么意思 这都是意见 好 我敬个酒啊 喝喝点 多喝点 多喝点 高兴 来 敬个酒啊 阿刀 恭喜呀 恭喜 恭喜 不少喝点吧以后 李李 姊妹啊 你们这么远来啊 对 两次海鲜随随随来 多喝两杯 多喝两杯 我走了姐啊 我走了姐啊 我走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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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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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了 走吧进去吧 干啥啊 我得跟你说个事 你跟那个王一鸣啊 必须得断 什么断不断的 我跟人家王一鸣就是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嗯 普通朋友啊 嗯 要没有王一鸣自杀那种 咱这个燕熙会更好 闺女啊 王不开她的家 就那条件 那素质 跟咱们家没法比 快到 过来喝酒了 来来来来 快去吧 快去吧你 别说了 听话 快来呀 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听听听听 我觉得呀 咱们这些动作呀 真的磨合的都不太规范 我希望咱们呢 能够认真一点 这洪主任也说了 希望咱们在市里会演啊 拿一个好名次 还有就是 沈子 你看一个你 一个名彩 你们俩这 感觉这个节奏啊 永远就跟不上 如果再练不好的话 那咱们就 只能换成鸽半舞了 什么鸽半舞啊 我跟你说下面来 你就是想突出你自己 那时候是不是啊 沈子你这话啥意思呀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练一上午了 俩多小时了 这么大太阳顶着 你都水都不让我喝一口 干吗呀 周八皮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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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样吧 那个谁李慧 你去她那儿 拿两双矿泉水 大家先喝点水修一修 然后再练去吧 我们家没关门啊 沈子我跟你说 休息了来来来 休息一会儿来 大海能够 挥回曾经的爱 就让我有一生等待 你们好办 臭小子 爸你怎么来了 唱歌呢还是干活呢 我这是唱歌干活两步 你这还盯嘴你 你还盯嘴盯嘴盯嘴你 你看看你这活干的 你看看 你这儿不好好量 这不都熬了吗 挺好的 螃蟹不送回家去 拿水养着不都死了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臭小子 以后干活的时候 不许唱歌 不对 以后就不许你唱歌 干活 干活 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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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水了 你只是在电视上唱歌呢 快去看看去 我抓啊 这不是陈志飞吗 明彩 那真是你侄子呀 我的天哪 你们家就没见过 这这么洋气的人 是亲侄子嘛 你咋那么小看人哪 那肯定是他人 还能有假呀 不停啊 我回去跟一鸣她们说一声 我先走了啊 你们你们看啊 走啊 那就走啦 慢走啊 来 咱接着看 厉害啊 你们先看啊 先看着我处理一下电灯 忙不开 来来来 我跟你说件好事 我侄子陈志飞上电视了 上电视 嗯 被通缉了 啥被通缉了 唱歌知道吧 唱歌比赛知道吧 在电视上参加唱歌比赛呢 唱得可好 我得叫一鸣一块看看 唉唉唉 叫什么叫啊 海边干活呢 这个陈志飞 要不然当初鼓动咱儿子唱歌 咱儿子没拙他考上大学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让儿子少跟他来吧 一鸣本来就爱唱歌 跟志飞有啥关系啊 我还说不懂你了是不是 回家 我不 我跳舞去呢 跳舞能当饭吃啊 做饭去 回家 走啊 饿了 所有收过的手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尽全 向远 你干吗呢 唉 我刚才收拾复习资料的时候 抬头一看电视 你猜我发现谁了 我看见你哥陈志飞了 他在电视上唱歌呢 电视里唱歌 唉 他兄弟也来参加比赛了 嗯 嗯 这平时吧 看他也就那样 这一上电视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呢 也是嘛 唉 向远 我可唱得比他强多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更想去试试了 那个 我刚才 我又认真仔细地想了一下 我还是想让你去复读 毕竟你跟陈志飞 也不是一路的 是吧 可是我真心想去试试啊 唉 算了 等你回来再说吧 嗯 好 切个肉还带着气 你把它切细一点 好好切啊 我爱切多大就切多大 你管不着 唉 儿子气我的你也气我是吧 这事咋够不够啊 不管你不够 你站着干什么 什么态度你这 你干嘛呢做饭 吓给你 我这是倒霉大霉了 我告诉你 你听见个叨叨我 还叨叨我跟儿子 你说你一天 你嘴长不累呢你 你什么意思啊 咋拿我嫁给你倒霉了咋了 嫁我嫁错了是吧 嫁错了 那你 你应该嫁牛大刀的 你要嫁给他 现在你可是守护夫人了 你再拿着 刀身边现在对你还可以刀呢 你没人拿着你 神经病 我不拿得行 你给我做饭了回去 我叫我做 你做 你做 我叫我做 你拿着 我叫我做 你叫我做 你叫我做 还真是挺有才的 还真是挺有才的 是的 没想到 还挺 你操 操牙瓦 我不敢打开了 好像有人在打架 哎呦 这不明彩吗 呀 不是王一鸣又要自杀吧 谁打的 谁打的 别打了 别走 你看 你打我 你来 快 快來 快来 快来 お願いします 来 这 这 这儿你来的 天什么乱 我这不是想靠得近点 给他们拉架子吗 刘老老 黄叔老弟姬拜年 你不安好心呢你 你看看 别跟他斗鸡眼似的了啊 你说 他为什么咋 就是因为我儿子 没考上大学 他非说 是因为我支持儿子唱歌 没考上大学 这是一回事吗 这事赖我干啥呀 我就是支持儿子唱歌 咋的咋的 我儿子没考上大学 我憋屈 他想唱歌 我不愿意 我不高兴 怎么呢 我儿子吵头鸡 我就是让他当歌手 早说这一遍 我没有给我做饭 我也生气 我就是给你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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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你这话说的 一点都不对 谁不盼着 王一鸣的考上大学 他没考上大学 他当歌手 不也说明他有理想吗 对吧 渔民的孩子怎么了 农民的孩子怎么了 也同样可以当歌手嘛 对吧 过去就讲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现在还说呢 城里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这是一般老蛋 你干啥你呢 不是 别人说这话吧 我信 这话从你猪块钱嘴里说出来吧 我就不信了 当初你没考上大学要去跳海 那还是洪主任把你救出来的呢 要不是洪主任早就嫁鹤蟹去了 不是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截短 你都鬼断你了 你还说这事 讨厌至极 神儿 买菜去啊 买菜去啊 毛不开 你要正确面对 你儿子 没有考上大学这件事情 没考上怎么了 还可以再考吗 王一鸣参加歌手大奖赛怎么了 挺好的 咱们村啊 正在争取摘得 精神文明村这块牌子 你可倒好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中 咱们村啊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出现这种 打架斗殴的事件了 你小子 给我留神 我现在正抓点心呢 你别撞在枪口上 咋了 一鸣回来了 儿子 妈 你爸打我 谁打谁啊 你打我 你打我 爸 孩子孩子孩子 你可不知道啊 因为你没考上大学 天天这个练歌 把你妈就打起来了 哥大套赶紧生关系啊 我儿子那是 你给我出来 出来 爸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 你没考上大学我 心里边憋屈 你要唱什么歌 我不愿意 你这么干 给我丢人了 王不开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有你这么打击儿子的吗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不 爸爸能这么当吗 这就是 人有这样当爹的 咋能有考上大学的儿子呢 你还气候什么 你还先乱不够什么 我是好心好意嘛 你看你咋咋说话 出了出了出了 我真是好心好心来的嘛 你 有你这么劝架了吧 你别瞎嘴了 我闭嘴 好好好 我闭嘴 今天早上 发生的这件乌龙事件 非常严重 这样下去 我们村还将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你小子 必须给我彻底地改 你们看他这样子 他整天这样子 我家早不出事吧 好了名才 好了名才 海红海栗子 干部鱼 带头回家 其他村民都给我回家 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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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回去吧 回去吧回去吧 来 来 这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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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会不会要自杀去啊 快进去 对啊 有好话没有 儿子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你爸那张臭嘴 就说不出啥好话了 一会儿我好好收拾他 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好不好啊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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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回家 主任 你真打算 把王不开家 院墙外那个房子给拆了 你说呢 那就要看他的态度了 是不是 对于王不开这种刺头啊 就得下点猛药 否则的话 他就是酱牛不回头啊 主任 您这力度实在太好了 这工作中 要是由您这个力度 咱们村的各样工作 尤其是文化工作 肯定会越来越好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是 这几年呢 通过咱们的不懈努力 在经济建设方面 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咱们村啊 已经获得了镇上 小康之村的牌子 知道吗 知道吗 但是还不够 还要在文化建设上加把劲 老百姓手里有了钱了 那文化生活 就应该丰富丰富 是不是 是是是是 那个洪主任 您就大胆放心地在前面指挥 我肯定跟在您身后冲锋见证 所以啊 我准备紧紧抓住王一鸣 到电视台参加唱歌比赛 和咱们村舞蹈队到市里 参加比赛这两件事情 作为突破口 多元发展 一定会放出个响雷子 疼不 行啦 我凑了还不行吗 那你让我牛肉块切小点 我切小点就是了 我的海花 我给你做饭去啊 哎 夏美燃他们正电席呢 走去看看 哎哎主任 咱两个人不应该说过去看看 应该说是过去指导指导 朱学士 你也太不谦虚了吧 过去指导指导 你懂跳舞吗 跳舞我不懂 但我懂得欣赏啊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跑嘛 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 我经常怕 你拉倒吧 快别提你在电视台工作了 你在电视台干什么呀 不就要干个保安吗 那可不是一般的保安 那是在电视台门口当保安 不管多大名气的歌手还是演员 见了我以后 都必须点头微笑 要不然的话 我不给他开门啊 我们队长经常说 我们不是在当保安 我们是生活在艺术的漩涡里 你别吹牛了 吹的什么牛 看还是不看 主任来了 主任 停一下 停一下 大家停一下啊 咱们欢迎洪主任和猪会计 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 鼓掌 不是什么指导 我跟学师啊 什么都不懂 你最懂跳舞了 你是专家 他们也不懂什么呀 好好教教他们 你怎么知道 我们什么都不会啊 对 沈子说得对 咱们舞蹈队啊 每一位成员都是很优秀的 对吧 喂 哥 怎么样了 晋级了没 必须晋级啊 那太好了 我真没想到你还能晋级呢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啊 表哥实力摆在这呢 我原以为这种事高不可攀呢 现在连你都晋级了 我这心里啊更是痒痒了 我跟你说啊 一开始我也觉得比赛特神秘 可我这一来才发现 不如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太水了 我建议你也来试试 说不定就是个机会 可是湘玉她还是想让我去复读 她让你去复读 你就去复读啊 要是你复读还考不上呢 就算你考上了啊 你学的专业不喜欢 大学四年你憋不憋去啊 没准你憋去一辈子呢 我跟你说 人生的路有千万条 说不定你丢丢成功了呢 我一会儿呢 还要跟几个入围的选手一起去庆祝一下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好 挂了 也许 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机会 说不定还能把唱歌当作事业呢 对 坚持梦想绝不动摇 坚持梦想绝不动摇 哎 师父 你等一下啊 你看看 这是不是祥宇给你买的 试试试 好 王不开 你瞎溜的啥呢 把宽口拿着来 好 那个 洪公主任说 说咱家那仓房盖出界了 说我要不同意咱儿子去参加比赛 就把那小仓房给拆了 那你就同意呗 原本啊 咱家一鸣唱歌 我也只是表示理解 那刚才一鸣跟我说 纸飞都晋级了 我心心大增啊 要不 让咱儿子去试试呗 好不好 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那你真让洪主任 拔咱家房子啊 拔房子更不行啊 更不能同意啊 你这不同意 那也不同意 你到底同意啥 要想让我同意 只有一个办法 就把咱儿子参加比赛这事 算成功事 以后费用的问题 我一概不管 咱不管谁管呀 洪主任啊 这不合适吧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 这事是公事 就为了堵住咱家儿子 不切实际的想法 你都不合适的 你别担心的 你别担心的 我这都不合适的 这个不行啊 你还给你摆担 我这也会给你摆担 我那是肯定的 我都不合适的 我这都不合适的 我这个有机会 我这也有机会 我这也不合适的 我先问你个事啊 你那里边的东西给谁的 不是给谁买的 是我给别人烧的 给谁带的 都说了是给别人烧的 妈 你给孩子拿出来吧 我不知道 妈 不拿是吧 不拿我去找 我还不信找不出来了 你屋给我找找 你说这闺女大了啊 主意也正了 这是什么 就这个就这个 给我给我 不是 妈 我出去吧 闺女等我等我等我 那个 那 你现在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了 那是有身份的人了 你跟那些不入流的人就远离 你这话啥意思啊爸 我听不懂 就是你那个普通朋友远离 懂了吗 不懂 我说闺女啊你这 行了儿子 这事不说了 就听爸的 就这么定了啊 比赛的事成不成还不好说呢 我找洪主任要什么钱去啊 爸 你也太有想象力了 那再说了 咱家伙不是没这个钱吗 没错 咱家是有点钱 可是那是咱家自己的 是私人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小的时候家里面穷 那爷爷身体还不好 爸十四岁就下海捞鱼了 每天是风雨来浪雨去 吃糠眼菜省吃俭用 那钱是爸一分钱一分钱 行了爸 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 那说比赛的事呢 你扯那么远干吗呀 你这个事是公事 公事就得找组织 组织是谁 洪主任就是你表大爷 你去找他要钱 如果你不去这事就算了 爸我真服了你了 这话你都能说得出口 那行 比赛我是一定要去 钱的事不用你管了 这话说得好 像我儿子有志气 那好啊 以后你比赛用钱的事 就别喝爸提了 不说 儿子累了吧 来 喝他手 你别跟我来这套 跟爸说实话 是不是背着爸藏私房钱了 我上哪儿攒私房钱去啊 上学时候用的钱 你算得比我还仔细 勉勉强强够吃饭的 连买买课外书都得跟同学借 攒什么攒 也对啊 想从爸这儿拔毛挺难的 儿子 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有些事啊 得自己去想办法 该找谁要钱呢 就找谁要钱去 爸支持你 好 活儿没干嘛的 你干嘛去你这是 你这当妈的怎么当的呀 你 你没看出来呀 看出什么来了 咱闺女啊 跟王不开那儿子王一鸣 谈上恋爱了 谈恋爱 年轻人经常在一起 就是谈恋爱了 不过项羽和一鸣好像是挺要好的啊 你 你看出来了 你看出来你不早点说呢 我看出什么了 他们两个就是挺要好的 经常在一起上学放学啥的 我怎么就知道他们是在谈恋爱呢 好了 乖 乖 乖 我跟你说啊 这事绝对不行 咱们家什么身份啊 咱是经商的 那是现在最吃香的这个第三产业 那王一鸣连大学都没考上啊 关键是王不开那人 他什么人哪 他敢 不只是他 我跟你说我就看不上他 他跟咱们家 不可能 你先别说这些 你先说 湘羽和一鸣这个事准不准哪 百分百的 刚才当着闺女面 我没好意思说 这些衣服啊 就那点衣服啊 那就是给王一鸣的 你咋就知道是给王一鸣的呢 谁啊 季站长 吃完饭了吗 吃完了 正看电视呢 没喝两钟啊 自从实行禁酒令啊 就再也没有这个蝉虫了 经常是啊 饭都吃完了 也想不起喝酒嘞 您说吧 有什么最新指示 这事谈不上 还是节目的事啊 你们村部导准备的 到底怎么样了 市里和镇上啊 马上就要来调研了 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信心我们是有 不过呀 那天我观摩了一下 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老红啊 这么多年 咱俩关系一直不错吧 这上还让我包你们村 这次调研的机会 我是先考虑你们村的呀 如果到处你们上不去 别跟我到处换别的村啊 我告诉你 海驴岛村 他们舞蹈和你们的差距 不是很大的呀 别跟我到处不加情绪 别呀别 别呀纪站长 您看看 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 您别给我们弄霉了呀 他们呐练了很长时间了 是不是 我再让他们加把劲 这不是加把劲 不加把劲的问题 你要站在一个艺术的高度 你懂吗 艺术的高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再问问你那舞蹈队队长 他到底有没有把握啊 你看你 每次打电话就这件事 你还有没有别的事了 咱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你算了吧 两个月零三天整 这哥谁 谁受得了啊 你倒是记得清楚啊 真是